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接待过有没有很难服侍的 令你头都大了 头都痛了 你一次头发鼻鼻生出来 那些除非是戴假发 突然有一次很吵 吵得很厉害 是否捣乱呢 我就走出去 我就不出声望了 他看到有个男人出来 他问我是我的员工 他说老鼠 第二个是我们躺在做 因为躺得增加血液循环 吸收能力更强 又在铜锐湾出现 他这就是一个 头发都没了 没了都来了 没了都来了 他在理论来说 他觉得生头发是不行的 他特意买名牌衣服 千多二千元一件 还要买白色 你别弄髒我 这条可以 它就包在我手上 他说了很多秘密给我们 我们不想听 是吗 有些人说 我把女儿和她一起去 他都会说给理疗师 听 今天周末就是中秋节 正式进入今晚讨论的话题之前 想为大家介绍两个中秋节的好节目 智雲首选有两行活动推介 第一是下星期三 九月十四 和星期四 九月十五日 在旺角麦花省球场举办的小肥演唱会 你买票到现场看 当然可以 最好 如果你想买个网上的直播通行证 安在家中和朋友一起看 也可以 另外一个活动就是明天 由明天开始 九月九日开始 正式在西九文化中心 戏曲中心大剧院 开始公演的大型原创音乐剧 《大藏王》 他们一直会演到九月二十九日 这个大型原创音乐剧 我真是会用必汉这两个字来形容它 尹养筹备都用了七年的时间 只是花在创作剧本和歌曲方面 都用了三年的时间 为了精益求精 曾经在2019年做了几场的预演 目的就是想收集观众的意见 然后做多方面的修改 这样的创作过程 在外国是一件常见的事 但香港真的是一个先河 《大藏王》济讲述 有关广东藏王方唐镜的故事 方唐镜是广东四大狀狮之一 他当然打官司很厉害 但他经常作咒为若多行不宜 结果惹你丽鬼前身要拿他的命 方唐镜为了保护自己的命 要保住这条命 就被鬼魂阿世牵着鼻子走 要他替深上人瘦瘦翻案 这两个人一只鬼踏上旅途 又憎恨去到原谅 方唐镜在维亚瘦寿追寻公义的路上 反而救赎了自己 用音乐剧来呈现这个故事 因为一点都不简单 你只想想打官司的气氛 如何用歌曲来交代 已经令人非常期待 票价分别$204、$320、$420和$500 没有政府的资助 是没有可能用这个票价可以看到 一个这么大型的创作音乐剧 所以大家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如果你想买门票或者想拿多些相关的资料 在下面说明 description的栏目当中 你按一按相关的连结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想先祖为快 听一听看一看 剧中的一些歌曲 可以在智云频道找一个新的节目 这个节目叫做 small talk 闲聊节目 我在那里 除了有访问剧本 剧作家张非凡之外 我另外还有多个节目 是为大家介绍这三首 已经拍下来的MV的歌曲 这三首歌曲分别是 一念一宇宙 懸崖和踏上清源 现在我们正式进入今晚的正题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想见到有意外发生 特别是大时大节当前 是更加令到人感到难过 除了教祖之前在红磡体育馆 发生重大事故后 昨天早上在秀茂平安达神道的一个建筑地盘 这是防协资座出售房屋项目的建筑地盘 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意外 一个重65吨的天秤在操作期间突然跌下来 摄氏的天秤是在八月的时候才交给地盘用的 这座蓝色的天秤长有30米 重刚刚提过了65吨 高有10米 事发的时候就在昨天早上10点多钟 事发之前是曾经负重的 不过发生事故的时候是没有负重的 当时有操作员在驾驶室操控天秤 天秤是怀疑操作期间就跌下来了 操作员都随着天秤跌下来的时候 是受伤和被困在驾驶室的 天秤向下跌的时候是击中了六个货柜办公室 这些货柜主要是用来给工人换衣服 休息和存放工具的货柜办公室 下面的货柜都被压到变形 很多名工人走避不及 以及被压中 又或者被困在货柜里面 整个天秤的支架是扭曲了 打横躺在地面 连接天秤的脚的公字铁都叫起了 天秤是由四只秤脚来支撑的 分别是连接两条公字铁 当中两只脚连同一个公字铁都翻起了 其他两只脚也呈现出屈曲的状态 但仍然是连接工字铁的座地 是未有被叫起的 消防署在接报后大约七分钟就已经去到 派出了17架消防车 14架救护车 110名消防员和救护员去救援 搜救期间出动摊塔搜救专队和高空搜救专队 还派出了无人机和搜救犬去协助 消防员用了34分钟救出六名被困的人士 其中两人受轻伤 至于最后一名被救出来的是一位25岁的工程师 他一度被困于倒塌天秤跟驾驶室底部 大家只看到他的下身 消防多次跟他沟通 他都已经没有反应 消防派出了一架吊重大约650吨的大型起重机 来吊起的天秤 同时又用重型的油压剪、油压跡等工具 将商者在非常狹窄的空间救出来 消防大约七个小时后才把这位工程师救出来 但他已经是当场证实死亡 有超过20名救援人员将他的围体放在山盗里 再利用竹城的人链沿着斜坡抬到地面 至于另外两名死者 一位是41岁姓許的男电工 被发现时头颅骨折大量出血 当场证实死亡 还有一位是22岁姓潘的男工程助理师 身体也是多处骨折 送丸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呼吸和默薄 抢救之后是不治的 其后六名的伤者其中两个是情况严重 四个人经过治理之后已经出院 事件当中有大约200人要自行疏散去到安全的位置 唯一不幸中的大幸 就是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午饭的时间 因为部分工人是会在货柜里面进食 同时天秤跌下来的时候 不是跌向工地那边 否则伤亡就会更加惨重 陆福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到场视察后就说 初步调查是怀疑天秤的机座明显出现了问题 劳工署向承建商发出了暂时停工的通知书 日来会发放职安警示 有工程界人士认为这个意外可能涉及的成因 有三大可能性 包括可能机座那两层工字铁之间 根本未经烧刊 或者是由螺丝连接来固定 有可能是有人贪快 未安装好就用了 可能是有人为疏忽的情况在内 天秤是由两层工字铁来支撑 而这两层工字铁是安装在一副很厚的石屎灯上面 天秤起重或者被风吹的时候 就要由石屎灯来受力 而这两层工字铁是需要由爆炸螺丝和烧刊固定 在石屎灯的位置 但由事发的照片可以看到其中一层工字铁是脱了出来 被跌下来的天秤是扯起了的 而那两层应该被固定在一起的工字铁也分开了 两层工字铁之间明显是完全没有烧刊 或者是用螺丝固定的迹象 两层工字铁未固定即是未完成安装 根本是不应该付任何重量 而每个安装的步骤都应该由工程师检验才可以推进 使用天秤之前工程师也需要先拿到的证书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才可以用的 这次当局是一定一定一定要彻查 真的彻底審查下去 还必须要公开这个调查报告 是不能够再用和熙泥的方式来处理 香港过往都曾经发生过天秤倒塌致命的意外 2007年7月10日在铜锣湾三月百货旧地址的地盘天秤 也曾经土塔造成两死五伤的惨劇 当时一批工人爬上天秤塔调整天秤的高度 天秤塔突然接曲了 重达24吨的这个庞檐巨物就下跌了 建筑物的顶层那里 在这次事件中 负责起重机操作的公司 是被票控违反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 最终只是被罚款三万六千元 这个判刑是否过轻呢? 另外涉及案件工程的承办商 亦获得控方不提证供起诉 事后政府就加强了巡查全港的地盘 天秤也是政府重点巡查的项目之一 当时政府还联同建筑业界成立了一个非正式专责小组 来制定一套塔式起重机安全指引 不过相关的指引只是属于自然性质 是没有约束力的 过去出现严重事故之后 政府都会加强巡查 但这次也不例外 勞工署已经开始巡查 全香港有使用天秤的地盘 来确保符合安全的规定 尤其是会留意天秤的树立和知识是否稳固 是否有足够的强度 不过虽然以往都有出人查 但昨日一样仍然出现严重事故 政府这次真的有可能需要检讨一下现有的措施 究竟有多大的成效 以及认真研究一下 是否需要修例大大提高的罰款 这种意外真的一次都嫌太多 这次被奪去生命的都是他们家中的经济支柱 他们的家人在情绪上当然需要极度的关注和关怀 但在经济上也需要有一定的援助 部分家庭已经答应接受捐助 大家如果想捐助的话 可以联络工业商忘权益会 他们的电话号码是2366-5965 2366-5965 有请大壮和放祭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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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votreiff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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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搞 不是现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